蝴蝶梦 实行文件新件命令弹出对号框设置参数 单击确定按钮 打开素材图像将其拖离至主人档中生成图层一 得到效果入图所示 为图层一添加图层蒙版 将前景色设置为黑色选择画笔工具 在图像中进行涂抹 绘制完毕后得到的效果入图所示 打开两张素材图像将其推至主人档中 分别生成图层二和图层三 选择图层二 为其添加图层蒙版 选择画笔工具 将前景色设置为黑色 并在图像中进行涂抹 选择图层三 为图层三添加图层蒙版 选择画笔工具 在图像中进行涂抹 绘制完毕后得到的效果入图所示 选择图层一 将其复制 得到图层一 副本图层 将其推至图层二的下方 并删除图层蒙版 选择工具箱中移动工具 将图像移至右上角 并藏 其他图层 选择图层三 单击图层面板上 添加新的填充或调整图层按钮 选择 色彩平衡选项 并设置参数 设置完毕后得到的效果入图所示 选择图层一 单击图层面板上 创建新的填充或调整图层按钮 选择 色彩平衡选项 并设置参数 设置完毕后 按快一键Ctrl Alt加G 创建简贴蒙版 得到的效果入图所示 打开素材图像 将其拖位置主人档中 得到效果入图所示 选择 色彩平衡2 调整图层 新键图层 将前景色设置为黑色 并填充 并填充 前景色 为图层器添加图层蒙版 选择画笔工具 将其不透明度设置为50% 在图像中进行涂抹 维制完毕后 得到效果入图所示 蝴蝶梦就制作完了 维制作完了 维制作完了